韭菜炒鸡蛋 为什么饭店里面的韭菜炒鸡蛋那么好吃呢 今天我来教大家正确详细的做法 现在我们来打入4个公鸡蛋 一定要是公咯 抹的我们不要哦 现在我们来给鸡蛋下个底味 放点盐 把胡椒粉去腥 给它瞬时搅拌 把它拌匀起泡就可以了 我们先来切我们提前准备好的韭菜 一定要洗得干净一点 我们切的话一般润手指长 切成一段一段的 这样好夹也好吃 我们把韭菜装盘备用 我们下一点油 给我们润一下锅 现在我们下入鸡蛋 我们油温一定要高 这样鸡蛋放下去就容易成型 我们润锅是为了不粘锅 这样我们煎出来的鸡蛋更好看 把韭菜炒鸡蛋炒鸡蛋的鸡蛋 一定要嫩 所以我们不能把它煮得太熟 一定要用它的余温把它煮熟 煎至一边金黄就可以出锅了 我们给它装盘备用 我们继续起锅烧油 下入一点蒜末 给它炒香 给它炒鸡 再下入我们的韭菜 给它炒熟 韭菜 韭菜我们一定不能炒熟 炒熟就不好吃了 所以我们尽量等它 微微有点绿就可以了 下入我们的鸡蛋 给鸡蛋捅碎 翻炒均匀 下入我们来调个味 来一点点盐 鸡精 给它翻炒就可以出锅了 现在可以出锅了 现在给它装盘 鸡蛋 这样一道美味又营养的韭菜炒蛋 就做好了 大家学会了吗